有的台湾投手会比较快的 你不这样来不及 快快快快 室内训练场的一角 福建省连城县实验小学 棒球队教练林一增 正在带领队员们做着赛前热身训练 不断纠正队员们的技术动作 给他们加油打气 8月7日 正在福建连城举行的 2024年东森杯海峡两岸青少年 棒球邀请赛 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连城县实验小学棒球队 与台湾花莲光复小学棒球队 会诗决赛 中国的10号 二位 员问谁 23号 23号 14号 同手 陈适合同 尽多多指教 属赛 投球 击球 跑壘 赛场上 小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 棒球划过天际 两队轮流攻防 赛场外 呐喊声加油声慈禧彼伏 小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比赛中 连城县实验小学棒球队教练 林亦增不停地排兵布阵 调整记账术 林亦增在台湾棒球界 有着颇高的知名度 2023年 她受邀来到连城 扎根于此担任棒球教练 林亦增告诉记者 连城的棒球有一定的基础 她所要做的就是强化训练 希望能好好培养 大陆的棒球小选手 并获得好成绩 他们刚开始 有些小缺失 那当然棒球就要慢慢补强 慢慢练习 如果办一些联赛 还是一些强度比较好的比赛 那相信他们会提升的比较快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角逐和较量 台湾花莲光复小学棒球队 最终战胜连城县实验小学棒球队 在参加本次比赛的两岸八支青少年棒球队中 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两岸交流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方向 对 我觉得不管是大陆小朋友或我们的小朋友 我觉得大家是为了棒球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 我身为棒球员 我觉得很 余有荣焉 台湾花莲光复小学校长黄同芳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岸青少年通过棒球赛事 不仅加深彼此的了解与友谊 还能在相互学习中取得进步 小孩就是互相彼此的交流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也感谢大陆四队 陪着我们一起 就是大家一起练习 跟我们这边的孩子做一个交流 不管是文化上面的学习也好 我都觉得一个比赛 就是给小朋友学习的机会 棒球运动在台湾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深受岛内同胞 特别是青少年喜爱 近年来 连城县聚集了多家台资棒球用品企业 并在推动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交流合作上 走在大陆县域前列 已成功举办23场相关赛事活动 为两岸青少年搭建了情感交流 切磋球技的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